八八门的经典案例 当然里面有成功的 也有失败的 咱们就一起来 把整个的逻辑线条捋一捋 讲一讲做空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千奇百怪的玩法 还有它为什么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时间点适合点赞 做空的概念呢 其实并不难理解 如果朋友你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可以跳过这一拍 其实你看 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们想做投资 如果你看好了一个股票 或者一个期货 你预期它会涨 那你就买入 对吧 等它涨了 你再卖出 从中间赚一笔 这个呢就叫买入 叫做多 也叫浪 那我们知道 金融这些产品 它可能会涨 就可能会跌 那如果我预期一个股票 它会跌 那我能从里边赚钱吗 其实很简单 你就调换一下顺序 对吧 我先把它卖掉 等这个股票跌了 我再给它买 先来 从中间又赚一笔 这个就是做空 short selling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分的比较细 做股票一年之内 你就说这做空机构的日子 它得多不好过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 有一个安然财务造假的例子吗 其实在基金圈里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做空大佬 叫做James Channels 吉姆·查诺斯 当时在2001年的时候 他就自己分析 发现了安然的财务有问题 就打举做空安然 从这一个案子里面 就赚了5亿美金 一举成名 之后他又成功做空了 瑞幸咖啡 还有德国一个公司 Wirecard 也是涉及到金融骗局 还有就是美国 有一个租车的公司 后来也倒闭了 叫Hertz 你看是不是挺厉害的 也得一个准 但是再厉害的大佬 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而且我们刚刚说 做空它面临的是 无限的损失 就比如2016年的时候 Channels经过他一番 严密的分析 瞄准了一个做空对象 特斯拉 他一进行基本面分析 发现这个特斯拉的股价 就是高的离谱 跟那些其他的造车 比如什么奔驰宝马 这些公司来比 完全就没有逻辑 于是就开始建仓 去做空特斯拉 经常在采访当中 就大举宣传自己的理论 其实最开始那三四年还好 特斯拉那股价 也就是正常波动 因为大众也不知道 特斯拉它到底 能造成个什么样 那1819年的时候 特斯拉的产量 开始指数级的增长 人们对Elon Musk的质疑 也一点点就被打消了 其实一开始 市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Channels只找老哥 本来有机会撤退 但是他不光没撤 在2019年底采访的时候 甚至还是一度宣扬 特斯拉被严重高估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你就说这个Channels那头发 只是一把一把的雕 从16年他开始建仓 做空特斯拉 到最后离场 特斯拉一共翻了18倍 幸好他自己有个规矩 就是任何一支个股 在他的投资组合里的比重 都不能超过5% 也是这条他自己的原则 算是救了他 让他最后没有亏得很惨 但即使是这样 投资人的钱 也都差不多快撤光了 其实不光是Channels 特斯拉是有史以来 被做空最多的一支股票 只不过Channels这里边 是嚷嚷最大声的那一个 但你说这帮空头 也确实是倒霉 让他们碰上了Elon Musk 据统计2020年 做空特斯拉的这些空头 一共的亏损 达到了400亿美金 你想想这些基金经理 到底掉了多少吨头 再比如说 08年次贷危机之前 其实就有大量的做空机构 已经看到了泡沫 就比如我们看那个电影 《大空头》里边 那个基金经理Michael Burry 就开始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 就CDS 跟银行去做对赌 但你想这个资产一路涨 他就一路亏 他甚至最后就逼到没辙了 禁止投资人撤资 每天就在那坑制 真的是度日如年 差一点就没熬过来 不过最后幸好 不是幸好 对他来说是幸好 次贷危机爆发了 他这是属于熬过来的 但是还有那么多 做空的基金经理 他们是没熬过来的 所以你看 做空这个无底洞的属性 对于基金经理来讲 是非常可怕的 空头这活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一不小心就像Channels那样 一世英年毁于一旦 也就是因为这种单纯做空的方法 风险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市场上像Channels这种 专注于做空个股的 对冲基金经理 其实是非常少 其实做空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伴随着对冲 就是说当我做空一个股票 我会再做多一个股票 或者说做多一个大盘的股指期货 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 一个对冲基金的策略 叫做long short strategy 多空策略 就比如说 我现在看低了老王奶茶店 那我可以做空 但是呢 我又怕市场疯涨 对吧 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做多一个 更稳健的 比如说小林奶茶店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市场上 假设这两个股票 同时涨或者同时低 那其实我的收益 是不受影响的 换句话说呢 做多这边 做空这边 我是相当于对冲掉了 市场的系统风险 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beta 但是只要我做多的 那个小林奶茶店的股票 表现好于我做空的 老王奶茶店的股票 我就赚钱 让我再顺便提一嘴 其实有的时候 这种多空策略 并不是说 我做空一个个股 就一定要做多一个个股 有的时候 我做空一个股票 我可以去做多大盘的 股指期货 就可以直接理解成 你去做多大盘了 比如说我做空老王奶茶店 同时我去买 每股大盘 S&P的股指期货 或者说我去 做多小林奶茶店 然后我去做空 每股大盘的股指期货 一般都是这么搭配的操作 稍微有点绕 但这个其实 对冲基金里边 特别常见的一种操作 这种多空策略里边 最经典的一个玩家 就是对冲基金界的 一个大佬 叫做Julian Robertson 就是老罗 我们之前讲 粤歌的那期 也讲到过 他创办的老虎基金 从80年代开始 就一直一招先 走遍天 就一直搞这个多空策略 15年间 愣是把800万的资产 赚到了70个亿 翻了将近1万倍 老罗和他的老虎基金 在90年代的时候 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1995年开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高速发展 市面上就涌现出来了很多 根本就不盈利 也不赚钱 就上市融资的互联网公司 然后美股就进入到了 一个直线上涨的模式 但是老罗 这种非常稳健的投资人 还是非常看基本面的 他就觉得 这些互联网企业的价值 是被高估的 就开始大举做空 这些互联网企业 然后同时去买入蓝筹股 来做对冲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long short strategy 谁知道 那些互联网企业 依旧是玩命持续的涨 就市场上当时的估值模型 已经解释不了那个价值了 所以他又出来一些新的模型 来去给他 应用到互联网企业 就比如说 我要算一个客户的价值 然后再看他 给他一个增长指数 来给这些互联网公司去估值 整个互联网的产业 就在急速膨胀 那这时候 你想老罗他面临的 不光是因为这个股票上涨 他做空的亏钱 而且还面临着 来自投资者的质疑 那投资者就觉得 你看互联网行业是未来 你怎么能做空呢 不行我得撤资 所以这时候 即便老罗他坚信自己是对的 但面对着市场疯狂的上涨 一方面他得自己交保证金 另一方面 投资人给他疯狂的撤资 他的基金管理规模 就从210亿美金 直线缩减到了7亿美金 2000年初的时候 老罗是彻底撑不下去了 这市场我是看不懂了 就把自己的老虎基金给关了 我不跟你们玩了 可是就在老虎基金 关了之后的半年 市场上当时的资金 已经全都吸引到股市去了 那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就再也玩不下去了 所以股票就开始暴跌 纳斯达克指数当时一年之内 就跌了75%大量的互联网企业 开始破产 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 之前的那些繁荣 原来都是泡沫 这就是我们传说当中 经常听说的互联网泡沫 就是.com bubble 老罗矮他其实是对的 只可惜 他不光得判断对方向 他还得招准时机才行 就其实挺多人觉得 老罗在泡沫爆炸之前 就提前撤出来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误 但我个人其实还是挺佩服他的 就一方面 看着那个泡沫 一点点的膨胀 自己能在那儿撑那么久 更关键的是 你想这么传奇的一个 对冲基金经理 在亏损那么大的情况下 就决定说金盆洗手 我不干了 我撤出来不玩了 这其实是非常困难 所以他最后也保住了 他这个对冲基金 大佬的江湖地位 毕竟谁都知道 你要判断市场 你要想判断对方向 这个事儿呢 可能还有点把握 但是你要想抓对时机 那不能说不可能吧 反正是比登天还难 其实这些做空机构 他们自己也明白 肯定不能在那儿坐以待毙 你整天烧香拜佛 等着股票跌下来 你得等到猴脸马月 对吧 就刚才我们说的大佬Channes 他在自己做空一只股票的时候 都对他到处宣扬 说你们看 Tesla这个估值比高估了 你们眼睛是瞎了吗 但即使Channes 那么疯狂的嚷嚷 市场也完全不鸟他 你想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的那些数据 大家都是实打实在那儿看着 你们超少也只能说 特斯拉未来会怎么样 但很大概率 说到估值 其实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 估值这个东西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好Channes说 特斯拉价值被高估 就连Elon Musk都发推特 说特斯拉价值被高估 但它股票还是一个劲往上涨 你就说拿它怎么办 所以做空机构 就自己来了这么一招 叫做出研究报告 这种机构呢 它就会找到那种 真正有财务造假 或者真正有欺诈行为的公司 然后就会跟市场说 说大家别在那儿估值了 这估值都没有用 这数据本身就是假的 都是管理层编出来的 管理层人品有问题 这种情况下 不管这个公司估值是高是低 你数据要是造假 这是非常严重的误点 这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面信息 所以股价必跌 你看这不就稳了吗 股价一跌 我这做空就赚钱了 我就再也不用掉头发了 但事实是 金融市场每天 是有大量的新闻爆出来的 你怎么样能让市场相信 你说的就是对的 就是真的呢 那就需要这些做空机构 给出来一份非常详实 细致的研究报告 来证明说 这个公司的财务是有问题的 绝对就不是说 三页五页只随便分析一下 或者说 I assume I propose 这么简单了 起码就得二三十页 甚至上万字的证明 就罗列出来 这个公司在造假的种种罪行 只有这样 市场上才会正眼看一眼 说到这儿 你脑子里是不是想到了 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 没错 就是浑水 Moddy Water Research 其实浑水 它整个的创立 包括做空的理念 都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浑水的创始人 叫Karson Block Karson布洛克 我们叫他卡哥 卡哥其实他也不是学金融的 他是个法学的博士 在中国待着 也经历了创业的失败 卡哥他爸 是个股票经纪人 当时2010年的时候 他爸就看到了 一个叫东方职业的公司 在美股借客上市了 这个公司财报做得很漂亮 年数能达到一亿美金 他爸就寻思着 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宝贝 我想他得要买入这个股票 正好儿子不在中国 而且这个公司是个造纸厂 他这个模式看着也很好理解 所以他就想让33岁的儿子 就是卡哥 到这个造纸厂去看看情况 顺便也当锻炼锻炼儿子 卡哥挺有意思的 估计他小时候 可能是那种福尔摩斯看多了 本来是想去暗访 但是他不 他大张旗鼓的 找了一个美国记者 去联系这个东方职业 然后自己就伪装成 这个美国记者的中文翻译 然后这两个人 就以一个外媒 想去采访 报道东方职业的形象 进去了 进去之后 这领导带着一顿参观 他们就参观了工厂 参观了生产线 录了一堆影像资料 这不堪不要紧 一看卡哥发现 这个东方职业 真的是破烂不堪 根本不像财报上 写的那么厉害 厂房设备 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 你看这个 是他们当时 在东方职业拍下来的照片 而这个呢 是东方职业竞争对手的 一个照片 你看这一笔 他还发现 东方职业 号称价值 230万美金的回收值宝 实际上就是一堆 露天放着 都被泡窝了的废纸壳 而且啊 根据他们的财务测算 按道理讲 东方职业这个体量的公司 每天那应该是有 上百辆的卡车 进进出出 但是卡哥就看到 厂子前面 就有一条 只能单行的一条破土路 两个人在那蹲点 蹲了半个小时 就看见一辆车 一直停在那个门口 而且卡哥就非常确信 即使是那辆车 都可能是东方职业 放在那给我们 装模作样看 那卡哥一看 这么个公司 哪能投资呀 老八你赶紧停住 这个公司不光不能投资 我们要做空 于是啊 他们就真的做空了 东方职业 还在2010年 六月底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 30多页的报告 一五一十的 把他们发现 都揭露出来 报告里边就说啊 据估算08年的时候 东方职业的 营业额夸大了27倍 09年的时候 营业额夸大了40倍 当然浑水也公开表明 他们做空了 东方职业 最开始啊 市场只是小幅的下跌 就跌了10% 因为毕竟东方职业 也不是什么 能掀起波兰的大公司 那时候浑水 也不是那么有名 大家对这个报告呢 也是半信半疑 但后来呢 就随着媒体 他传播这事 一点点发酵 在接下来的两天 东方职业就跌了50% 浑水面对着 大家各种的质疑和问题 一个月内 发表了八次报告 证明自己的 这些观点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啊 东方职业的这个股票 就持续下跌 凭借着这个事 让Carson Block和浑水 在这个圈里头 就小有名气了 之后他们就 接着这么搞呗 2010年11月的时候 就爆料 并且做空了绿诺国际 之后绿诺国际 承认造假并且退市 11年2月的时候 爆料了中国高速频道 后来中国高速频道 也退市了 11年4月 做空多元环球水务 也退市了 等等等等 包括最近的瑞幸咖啡 反正他们的报告 是写得越来越专业 越来越详细 基本上就是一招先 先深度的秘密走访 让财务调查 找到做空的目标公司之后 做空发报告 看到股价跌 捞钱走人 类似的做空公司 还有之前我们 讲Nicola的时候 说的那个Hindenburg Research 他们也是同样的套路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些靠研究 出报告做空的公司 你与其说 他们是个金融公司 不如说他们是个调查公司 就专去找市场上 那种有份的蛋 这种方法呢 你听起来也觉得 非常合理非常聪明 对社会也有帮助 其实就是清理那些造假 欺诈的害群之马 打击金融圈 那种圈钱的风气 所以其实对那些 安分守己 踏踏实实做事的公司 反而是个好事 可是问题就是 这些公司 它也不是包青天 整天就想着为民除害 作为一个做空机构 它肯定是想从中获利的 找这种明目张胆的 骗人公司 虽说很理想 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就像卡格自己就说过 他找这些公司 要有三大特征 就是3L Large Liquid 还有Line 就是大的 流动性好的 又存在欺诈 这样足够大才能赚着钱 对吧 要不这个公司 花了那么长时间 去做各种研究 然后做空 然后宣传出来 股票就算跌了 赚个三五万 你说这时间都花不来 为什么要流动性好呢 因为流动性好 我才能把股票借进来 然后卖出去 对吧 咱刚才也聊到了 借股票它是有成本的 这个成本就取决于 市场上的供给需求 如果这个股票 长期都有人愿意持有 比如说像苹果这种公司 那你把它借进来 做空的成本就很低 大概年化利率 在0.25% 那像特斯拉这种 做空的需求很高的 这个借股票的成本 就会高一些 大概是2.5% 再比如说像2021年年初 那个华尔街和韭菜大战 那个GME 不是被大量做空了 那时候做空的需求 就非常高 当时借GME的利率 达到了将近80% 偶尔的时候 还会超过100% 就是说这个股票 你借进来做空一年 就哪怕这个股票 最后跌到零 你都一点不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 卡哥说他第二个L 就是一定要找 那种流动性好的 第三个L叫LINE 存在欺诈 但是你想要找个 存在欺诈的公司 肯定也不是那么好找 这就意味着说 你得是全世界第一个 发现这家公司有问题 那随着想找 有问题公司的 做空机构 或者研究机构 越来越多 找到这个公司的难度 也就越来越大 这一点呢 和前面那两点 都是冲突的 因为那种越大 流动性越好的公司 它存在欺诈行为的概率 其实是越低的 这就为什么 像浑水这种 靠研究 靠挖料来做空的机构 其实他们的做空对象 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体量也是非常有限 就比如说根据浑水 他之前向证监会 提的一个报告 他们的管理规模 其实只有2.6亿美金 员工才只有8个 2.6亿美金是什么 那在华尔街里 就是个小喽喽 但其实他们在 做空机构里 已经算是非常有知名度的 像浑水这种 管理规模也不是很大 他们找一个 体量没那么大的公司 做空 按理讲也不是个难事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经常看浑水 他发布报告的时候 也说我们有理由怀疑 或者说我们严重怀疑 或者我们有理由相信 对于他们最后 也没有一个 特别特别确凿的证据 但当时像做空新东方 做空安踏 都也有那么点 连菜带蒙的意思 所以你看这些做空公司 平时吆喝的比谁都想 那也是因为业务需要 你要真正看 他们在资本市场上的体量 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像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做空的大佬Channels 他的资产 差不多在10亿美金 管理规模最大的时候 也就60亿美金 但这已经是 做空机构里边 非常非常知名的 你说巴菲特那个资产是多少 大概3000亿美金 就比如说吧 整个美股市场里 大概有3%到5%的股票 是被做空的 这里边大多数 其实都是像我们一开始说 老虎基金那种 搞那种多空策略 就是long short strategy 真正像浑水这种 就逮着一个 然后去做空的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人问巴菲特 说你如何看待做空的时候 巴菲特就说 意思就是说 做空啊 这对于我们公司来讲 那就是个苍蝇土 这么看来 单纯做空确实也搞不大 资本大佬呢 也不屑于搞这些什么 去当侦探做调查 但是有一种做空手法 是大佬专属 就是资本攻击 当这些资本大佬 感觉到市场上 某一种资产的价值 被高估了 而且感觉啊 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这个资产的价格 一直在高位的时候 大佬就可以直接 用海量的资本 去戳破这种市场的幻想 跟大家一起说说 来 大家跟我一起卖 所以他们一般呢 会通过大量的资本 给这个资产 一个原始的向下推动力 当市场上发现 有人开始带头了 资产开始暴跌了 他们自己也会反思 你说原来这价格 是不是太高了 之前的布置 是不是太离谱了 那我也赶紧跟着卖吧 对不对 跟着大佬有肉吃 那如果说在市场上 能得到足够多的强反馈 那就会强行的 把这个资产 拉回到一个 合理的价格区间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回调机制 不过这些啊 都是资本空投 进攻的一个理论支持 说它给市场 起到了多么多么好的作用 但是啊 毕竟大家都是非理性的 事实上 你也不可能就回调到 一个真正那么合理的区间 因为大家其实也都会恐慌 所以有的时候 就会引发一些踩踏时间 家具市场的波动 暴跌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空投 都非常招骂的一个原因 就小林经常说啊 金融其实本事就是信用 就是市场对你的信心 就比如说一个公司 你把这信心给到位了 信用给足了 就算它有点小 表面扶着扶着就健康了 反过来呢 如果你强行打压信心 你说这个公司 本来就走得不太稳 你还是上去给人踹一脚 那很可能就造成 这个公司一蹶不振 所以总结下来呢 就是市场觉得你行 你就行 不行也行 市场要是觉得你不行 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一旦有资本的空投 对你大肆进攻 那意思就是 指着你鼻子说你不行 那对这家公司的市场信心 是毁灭性的打击的 这种情况是很不利于 市场的稳定的 所以很多国家呢 在有金融危机 或者金融危机 已经发生的时候 是禁止这种做空行为的 其实就是怕这些资本攻击 带来一些额外的 不必要的震荡和波动 说资本攻击哈 我就举两个人 大家可以想到 谁打在公屏上 看大家跟我想的一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 利福摩尔 Jesse Livermore 第二个 我猜大家会想到 索罗斯 利福摩尔 就是那个传奇的大空投 我们之前专门讲过 一期他的视频 你要是看完这个 可以再回去重温一下 应该能有新的收获 他在1929年的时候 通过一百多个经纪人 开始偷偷的 大量做空美股 这种资本攻击 市场上根本就顶不住啊 股价就开始暴跌 间接的就导致了 美股大崩盘 还有当时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大萧条 当然利福摩尔 从中间赚了一亿多美金 也算是发了个国难财 所以这个事 其实是被很多人诟病的 索罗斯这边呢 金融大恶 成名之作 就是92年做空英镑 不过今天 我们讨论比较多的 都是做空股票 做空外汇和做空股票 其实是两个概念 因为你做空外汇的时候 你做空一个货币 其实相当于 你变相做多了另一个货币 比如说你做空Dollar Yen 其实你在做空美元的同时 同时在做多日元 它永远是一个 双向对称的关系 就和我们直接做空股票 不一样 所以说索罗斯这个呢 虽然我们叫它做空英镑 但它其实跟做多做空 我个人感觉关系 没那么大 属于比较纯粹的资本攻击 但确实很有意思 很精彩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我 我考虑考虑之后 可以出一期 好 其实咱们今天 已经说的够多了 但我之前不开始就说了吗 这想法突突突突突突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接着深挖一层 那既然有资本攻击 就会有什么呢 对了 资本反击 做空呢 就有人看跌一个股票 那在做空的同时 其实是会伴随着 非常强烈的资本反击 因为总有人 不希望这个股票跌 你看都有谁啊 比如说股东 对吧 股票的持有者 他们肯定希望股票涨 公司的管理层 肯定希望股票涨 还有谁啊 券商做事商 其实理论上 股票涨跌对他们无所谓 但他们希望市场活跃 越活跃他们就越赚钱 那一般什么时候活跃 肯定是股票走强 大家都高高兴 就在这卖的时候最活跃 所以这些券商做事商 他们也希望股票涨 还有谁 像媒体 投行 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 其实理论上讲 你感觉应该是中立的 有点报喜不报忧 整个市场上 只有做空机构 他们是坚定不移地 站在大家的对立面 希望股票涨 你就说他们这个小小的人群 要面临着多大的压力 那么大量的人 都希望股票价格往上涨 就会通过各种方式 去给股价一些正向的激励 就比如说巴菲特老爷子 曾经就这么说过 那你说一旦你要做空 如果你不能拿出点实锤来 那对面一操场的人 就挑出来给你群殴了 所以对于做空方来讲 你要么得有足够多的料 要么就得有足够多的弹药 才能坚持下去 跟那一操场的人对抗 来给大家讲一个前两年 闹得沸沸扬扬的资本圈 做空和资本反击之间的博弈 有个对冲基金大佬 比尔·阿克曼 我们就把他叫做阿哥 这阿哥非常厉害 2015年的时候 管理的规模就达到了 160亿美金 2013年的时候 他发现了这么一个公司 叫做Herbolife Nutrition 是个卖保健品的公司 阿哥就发现 这个公司从来不打广告 周围也很少有人听说 但是它的年销售额 有48亿美金 这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调查 他就发现 Herbolife用了这么一套营销手法 就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这个品牌的一个独立销售 你可以以一个折扣价买产品 然后你也可以去卖他们的产品 卖出去呢 就能拿提成 这听着啊都很正常 但是还有一条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可以拉别人成为你的下限 然后你下限如果卖出去呢 你也能拿提成 这种营销模式呢 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Multi-level Marketing 就是多层次营销 那你听着啊 是不是有点像传销 传销不也是一层一层拉下限吗 但其实本身啊 这个多层次营销传销 他们的界限就挺模糊的 其实最后就是看你这个产品 是不是真正卖到消费者的手里 如果是卖到消费者的手里 那你可以把它叫做多层次营销 但是你要是这么一层一层 就一直从你的下限里边赚钱 那这就有点传销了 对吧 那阿哥呢 经过调查 他就笃定Herbalife这一套 就是传销 就开始大举做空 大佬出手啊 手笔就是不一样 一上来就做空十亿美金 你看哈 这单单一个头寸 就已经相当于四五个浑水的体量了 因为阿哥在市场里边 做空Herbalife立马跌了40% 然后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阿哥就去干空头该干的事 对吧 开始大四宣传 花了三四千万美金 在各种媒体又发报告 甚至还做了一个三百多页的PPT 就再去分析 这个Herbalife早要去传销 本来按照阿哥的计划 一个大佬带头 又有这么多证据PPT什么的 那大家就会一起口注笔发 然后股价就会下跌 监管局就会介入调查 然后公司可能就倒闭了 哎 自己大赚一笔 但谁知道这时候又来了一位搅局的 What 也是一个大佬 叫做Karl Icon 卡尔伊坎 就叫老坎吧 这老坎呢 一直都是以恶意收购名闻天下的 他就特别擅长 把那些看着不太行的公司收购进来 然后进行一个重组 老坎呢 看着阿哥开始做工Herbalife 一上来就是十亿美金的头寸 就开始要跟阿哥对着干 大手笔的买入 让这股价一天就暴涨了20% 然后自己也开始去宣传 基本上就跟大家说 阿哥其实他就是个骗子 他就是做空为了自己赚钱 然后开始倒出来了这么一套 你就看着 级别的大佬在这开始嘴炮打嘴战 大家就在边上吃瓜 也是津津乐道 但你看这个市场的表现 你就知道民众似乎还是更相信 资本家是罪恶的这个言论 就基本上是往老坎这边站队的 你就看那个股价 就持续的震荡当中微微上涨 14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官方的调查机构 叫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 他就出来开始调查Herbalife了 调查了两年之后 终于出结果 FTC对Herbalife罚款了两亿美金 并且宣布要对他的销售模式进行整改 还有一堆经济上的惩罚 那你看又罚款了 又勒令整改了 这一听好像看着像是阿哥赢了 但事实还真不是 要么说大佬真的是很厉害 这个新闻一出 两边嘴炮还是照打不误 阿哥这边就说 你看罚款了吧 得了吧 有问题吧 我赢了吧 传销了吧 老坎这边就说 你看不就罚了这么点钱吗 那FTC也没说他是传销 你说的不对吧 那你看这股市吧 有时候你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就看着这个股票短暂震荡之后 突然就开始涨起来了 2017年直接涨了51% 这么个涨法 对阿哥这个空头来说 那不就是无底洞吗 我们之前说过 它是无限的损失对吧 所以面临这种情况 当时阿哥也是迫不得已 不得不清空了自己的仓位 开始去改买看跌期权了 没想到这股票还是一路飙升 最后不得不期权也不要了 就这么暗暗的离场了 就这样在老坎的阻截下 阿哥亏了有10亿美金 你就说说这是多惨 好啊 咱们现在已经越聊越深入了 但是刚才这个故事里呢 我其实刻意忽略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逻辑 你说为什么 老坎在明知道阿哥 已经赤资10亿美金 做空的情况下 非要冲进去和他作对呢 你说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非要找一个大佬 跟他对着盖 你说你要输了怎么办 对吧 当然啊 老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也没告诉我 我只能通过我的经验 去分析一下 其实我觉得吧 如果阿哥这边不做空 老坎八成也不会去买什么 Horbo Life 他其实就是要跟阿哥对着干 这里头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嘎空 叫short squeeze 我们刚刚说 当你做空一个股票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去跟这个中介 或者证券公司 把股票借回来 那证券公司就得保证 你有借有还 之后得把股票给还回来才行 那他就得让你交保证金 就是margin 你看老坎知道 有人做空了10亿美金的头寸 那这时候 如果他大量做多 会发生什么 股价就会往上涨 短期内阿哥就会亏钱 对吧 他亏钱 中介就会让他交保证金 如果这个股价一直涨 那阿哥就得一直补 补到有一天 他自己补不起了 就会被被迫清仓 那这时候 清仓他会干什么 就会把那些 Horbo Life的股票 再给买回来 这么大头寸的买入 就会让Horbo Life的股价 直线上涨 这种由于被迫清仓 而导致股价飞涨 其实就是short squeeze 嘎空 这时候老坎不是做多吗 他就可以从中间 大赚一笔 但我们知道 阿哥是很有钱的 对吧 他的底子还是很厚的 所以对老坎来讲 就算我没有办法 一击致命 我也可以这么一直拖下去 因为刚才我们说 做空要借股票 借股票本身就是有成本的 那像阿哥 10亿美金这么大的头寸 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时间越长 他亏的就越多 所以拖着拖着 他可能就成不下去了 而老坎 他做多Horbo Life 最多就是这个股票 跌到零 那他赔的也就是赔 10亿美金 但是如果一旦 形成了搭空的局面 他赚的可就不止百分之百 这个就是老坎的如意算盘 你问我 为什么是这么想的 其实那时候 老坎已经是 Horbo Life的第一大股东了 也在董事会里头 但是后来 阿哥一宣布 自己撤了不玩了 老坎立马就退出董事会 把自己的仓位都清空了 所以很明显 他对Horbo Life 也没什么兴趣 八成就是想通过嘎空 把阿哥逼到墙角 然后自己赚钱 怎么样 这个逻辑 是不是分析出那么点意思了 我跟你说说 真正的嘎空 这个路子没有多矣 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901年 那时候美国有一家铁路公司 叫做Northin Pacific Railway 当然是什么公司也不重要 然后有两个人 你也不用知道是谁 也不重要 这两个人就想争夺 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就在1901年的三四月份 开始大量的买入公司股票 把股价从原来的20块钱 一直拉高到130块钱 这时候就有一堆 不明真相的交易员 一看这股价虚高 那我得赶紧做空 谁知道这两个人 越争越起劲 一个劲的买股票 把这股价又抬到150 180 200 这时候这些空头 一看这么个价值 就想赶紧清仓离场 清仓离场 他就把股票买回来 干这时候就发现 这两个人在争夺控制权 谁也不卖这个股票 市场上的股票 被两个人买光了 根本就买不回来 但是空头们就更慌了 就抢着去买 就把这价格又往上抬 就看这股价 从200 300 500 800 最后直接涨到了1000 但是不管这股价涨得多高 他们都买不进来 这已经是最极致的嘎空了 所以对这些空头来讲 他的账面上就有着巨额的亏损 那这时候中介 就会让他们交保证金 他们也拿不出来 更多保证金了 所以中介没办法 就把这些人 其他的股票给卖了 然后来补保证金 这一卖可好 这哗哗哗的卖 就一度引发了 整个大盘的踩踏时间 这就是1901大恐慌 panic of 1901 好在这俩人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就决定 咱俩现在都别争了 咱们放个空头一码 就以165美金 把这股票卖给那些空头 这下市场 才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当然即使没有1000块钱 那么可怕 165美金 也足以让这些空头血亏 所以你看 这两个人在那争夺控制权 神仙打架 还顺便割了一帮空头的韭菜 是不是还挺神奇的 其实 类似于这种的嘎空事件 在市场上经常会上演 这种操控市场的玩法 你听起来是非常刺激 但是它对市场的稳定性 是有着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因为它已经不是 你在那理性的去考虑 一个估值的高低 而是纯粹的被迫和恐慌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 老罗的那个老虎基金 它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 不是最后没撑住 被迫离场了吗 如果你看那时候 纳斯达克指数 你就发现在泡沫爆破之前 有一波风涨 很多人就怀疑 这就是因为像老罗这种 大空头被打空 才导致的这波风涨 你看平时我们看这些大空头 有很多精彩的案例 感觉赚了很多钱 但是今天我讲了这么多例子 其实很多都是 这些空头被踩的例子 当然我也不是故意 就是挑他们这些例子 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 它不仅让面临有限的收益 无限的损失 面临着市场上 能做空的标的物 本身就很有限 面临着借股票高昂的成本 面临着做多方管理层 这边种种抵抗的压力 还要面临着打空的风险 还有一把一把要掉的头发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一提到做空 很多人就觉得很邪恶 都愤得牙痒的 因为你想要做多 就算你有点什么资本操控 毕竟股票涨大都赚钱 整个市场是高高兴兴的 股票要跌也是大家都赔钱 所以从心理上感觉还能强一点 但是你想要是空头赚钱了 那肯定是因为股价打跌 这时候市场上那一操场的人 就都不高兴 所以你就会感觉 他们就是在那站在别人的痛苦上 割别人的肉 这个呢也是这些空头们 要面临的另一大成本 就是道德压力 吃钱你可能就大家嘴上 骂一骂吐吐槽就那么地儿了 但从2021年之后 可就不是这样 年初的时候 沸沸扬扬的 华尔街和韭菜的多空大战 纯粹就是因为这些散户 看不惯华尔街包空头了 就开始挖掘买入 像是AMC GME这种股票 就我完全也不管你估值 完全不管我自己赔不赔 我就是要干你 就逼得很多空头 像Maltern Capital这种 2021年1月就血亏50% 光GME这一个股票 就让那些空头们 亏了910亿美金 这个事儿已经完全可以 载入教科书了 所以你看哈 这些空头太猖獗的时候 整个市场都会起来反抗 累死我了 你现在是不是感谢自己 已经满脑子都是知识 其实你做空一家公司的方式 有很多 比如说你也可以做空期权 做空股指期货 你可以搞一些什么 equity swap 就是股票掉期 甚至一些更夸张的 什么CDS信用违约互换 等等等等 但这些很多都比较数理 而且一般人也买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 还都是做空股票这一块 你开始做空 听着很刺激 但是这里边那么多坑 那么多潜在风险 这就是很多人 一般人都不敢碰 就连很多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也都是不敢做空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平时听说 很多共同基金 保险 养老金这种 大多数都是不允许做空的 因为这都是 普通群众的续命钱 谁也经不起基金经理 这么个玩法 当然也是因为 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多做空的特点 才产生了这么多 有意思的故事 从理论上讲 做空可以帮助市场 提高流动性 可以帮助资产 回到正确合理的价格区间 但是咱们今天 看了这么多真实的故事 你是不是发现在 真正的金融市场里 远不止这么简单 行吧 小莲今天聊的 也够意思了 我感觉你应该也听过